10萬塊左右 一個Logo大概10萬塊 為什麼外面一千多塊兩千塊 甚至幾百塊都可以賣的東西 我們要賣10萬塊 那是因為價值不出來 價格就不會出現 所以現在這個就是價值 這種場面就像價值 你會覺得你的影片在這樣的 在快兩百萬的這個螢幕裡面 秀出來感覺自己很厲害 算了 對啊 是 因為平常不會有這樣的東西 對 這就是美神印象 那我覺得 我覺得你有一些優勢 什麼優勢 第一個你年輕你肯學習 第二個就是你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你的聲音 這個下次要配音的話也可以講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聲音跟你的年紀比起來的話 成熟有10歲以上 有很好 因為現在你23號 下次記得喔 李總問你你幾歲的時候你要說你幾歲 加10歲 來 李總問你 李總問你 你幾歲 35歲 不用了 就加10歲 33 你就記得永遠都加10歲 等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喔 就是以我來講 我們很多業者 我們很多業者 你看一下他們的年紀 應該都是你的大哥大姐 或者甚至看你的爸爸媽媽那樣子 那我們這種年紀 看到這種年紀的 我們都覺得小屁 我兒子在家就是那種懶惰啊 拉裡邋遢的啊 我想像你應該也是那樣子 所以如果你沒有用你的外表 或者是你的談吐給人家的感覺的話 不願意把幾十萬幾百萬的專案交給你的樣子 懂不懂 所以每次印象是會包裝 我們在幫客人包裝 我們自己也會包裝 但是我們不是只有空虛的包裝 我們真的是很有實力 只是我們把我們的實力展現出來 給人家說我們很棒 這樣 瞭解嗎 好 所以你記得 如果你進來的時候 你就是33歲 然後再來 團隊最好的力量就是 我們任何問題 大家都會一起解決 不會讓你一個人 像你以前都是孤軍奮鬥 你自己譬如說不到錢啊 剛好又不好意思要錢嘛 所以我相信你有很多很多的 嗯 干擾你的創作的 這樣的一些因素 沒有讓你更棒那樣子 所以如果你進來我們這邊的話 你有一些學姐學長們 有一些前輩們 他們都會幫助你更厲害 搞不好因為我們的東西得獎 你包美食音要得很多獎那樣子 都很有可能 嗯 好 那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我們既然可以在辦進駐的方式的話 因為我們有一個 我們真的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年底之前 我們的人員招募計畫 會做一個結算 因為各部門有各部門的跡象 那以行銷部的話 這個也可以算你們的跡象 你們就沒有那個基金長 舉手還差一人那樣子 嗯 所以我認為你是即刻就可以 準備要進來了 那我再問一下你的那個戲子 因為你住在戲子 對啊 你的家跟誰住 目前還是跟家人一起 跟家人一起住 那你的上班的交通是大眾運輸啊 對啊就要再想 你已經拿公車了啊 沒有有人載我過來 但之後我就不確定 還要自己想辦法 你有你的那個上班的交通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其實我也沒有仔細看 我只是先談說 我們公司到底有沒有合作意願 然後我們再想後續 你會騎摩托車 沒有摩托車 你沒有摩托車 你會不會開車 我會開車 我只有車子駕照 但是車都是爸媽的 那你現在做大眾運輸工具 請問來到這邊要什麼 60分鐘啊 差不多要從40分鐘 你的交通叫黃板這樣行嗎 有機場捷運 那從北車到這裡的 走機場捷運要多久 機場捷運到北車的話 這一段其實很快 但是 20分鐘 20分鐘 這一段是20分鐘 我現在要過來應該 45分鐘 50分鐘左右 45 對對對 好 每天的這樣交通的時間 你會不會覺得太遠 要做我才知道 應該是還好啦 聽起來是還好 好 那 那我們就開始試試看了 因為我們可以馬上就有案子給你做 嗯 你們剛剛就是那一張 那一張 他主要都是 偏向是 現實的 這個提出一個那個 案例影片 這一張是一個案例影片 身穿洞洞簽約 他們要做新舞台 從命運開始 好 好 來 那家欣來我跟你講一下 待會細節麻煩你講一下 好 我們剛剛那個 前面你可以再付出一下 然後那個 靜凱自己也很清楚 我們剛剛都有錄音 然後都很清楚 只是沒有在文字上再寫 待會 然後還有靜凱現在那邊 左邊上還有一些 外面的一些案件 他要把它處理完 然後到1月15號 會處理完 但是 可以先進來 可以先進來 然後前三個月 就是半進駐 半分潤的方式 然後應該是全分潤 半進駐 的方式 因為我們是開始 開始談的 然後再來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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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